一亿年前有多冷 男人尿尿直接冻成老冰棍 他觉得这玩意儿还挺好看的 于是使劲尿了一晚上 制成了骚气十足的冰花 原来他不小心穿越到一亿年前 结果遇见自己的老祖宗 他赶紧拍照发个朋友圈 发现老祖宗没有火种 直接现场演示 可钻了一个月连火星子都没有 为了不在老祖宗面前掉链子 只好掏出贼好用的打火机 看到他们不会走路 直接当起了教练 可就在第二天逛该时 他竟然发现水里游的 天上飞的都是大恐龙 就在他欺负恐龙子耳时 结果一转头 居然遇见了找伤门的霸王龙 眼见霸王龙听不懂人话 只好哭吃脱掉裤子 绑在树叉上做个大弹弓 龙哥没见过这样的武器 竟然直接认怂 随后就送给他一罐蜂蜜 只好尝了一口 还别说真有一股肌肉味 这是他听到奇怪的响声 眼前巨大的小蜜蜂 把男人吓了一跳 可吱吱蜜蜂不是一般人 夸得亲了陈浩一口 十天后等他醒来 看到树上有两个野人 刚要跟他们打招呼 却被野人射中脑袋晕了过去 倒霉的陈浩再次醒来 已经被野人绑起来 想要带回原始部落 可一个男人不小心碰到头 哭吃摔到地上 见男人没受多点伤 组长竟扔几个石头 把他活埋了 只好觉得有点可惜想救他 原始人只是骨折了 哥哥竟然当场给他盖分 真好实在看不下去了 先把男人的骨头复位 接着表面涂抹上恐龙蛋液 将其腌制五分钟后 再用牙签固定好位置 把他们缠绕在一起 野人觉得陈浩有两下子 于是派给他个兼具任务 让他爬上通天高塔 把老酋长接下来 男人背着伤蹲中的石头 在万米高的矮塔上飞烟走壁 为了请到塔上的老酋长 男人不吃不喝一个月 终于夸地爬上塔顶 然而这时老酋长转头 看见嬉皮笑脸的陈浩 吓得全身颤抖重心不稳 直接掉下万米高的悬崖 这下完蛋了 还好酋长抓住牙上木棍 男人连忙安慰酋长不要爬 先抽根滑子压压惊 可这里的阴风实在太大 酋长伸手想挡住风 结果这时出现意外 没办法他只能空手返回地面 他们问老酋长人呢 正好连说带笔划的 说老酋长飞走了 可他们根本不信 结果下一秒 不管怎么说人是下来了 这天他抓了一只小恐龙 制造出半自动化推磨机 在小恐龙不停地奔跑下 倒铁很快磨成了白面 再揉成长长的短条 每个上面均匀地涂上黄油 没一会儿香喷喷的面包出炉了 从此他成为部落里的英雄 并娶了99个老婆生了10多个孩子 一家100多口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有一天你能穿越 你最想穿越到哪里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浑身长霜的男人 看到真惊的一幕 机上一亿个乘客 全都冻成老瓶棍 诡异的是 就连空间1米8的小短腿 也冻成了冰雕 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难道是自己死了吗 让更可怕的是 飞机还在万米高的空中飞行 男人转头一看 飞机竟然无人驾驶 我的天哪 他赶紧去骚送飞机 可无论怎么尝试 都无法握住操纵杆 男人害怕坏了 用不了多久燃料耗尽 飞机就会快速坠落 但是看视频点赞关注 就能好运连连 与此同时 一只飞鸟窗在玻璃上 女人感觉到不对 等她打开冰箱 食物也莫名的急爽 更诡异的是 50度的大热天 窗户也冻上了冰花 拥有阴阳眼的安娜 耳朵里出现尖锐的叫声 她赶紧出门查看 却发现楼顶有个男人 竟然迈出右脚 插着从白米高的矮楼跳下 光当落在地上 而路人却看不见 她瞬间意识到 掉落的可能不是人 应该是个亡魂 果然第二天 亡魂找到了安娜 让她赶紧救人 不然就来不及了 这时亡魂突然消失 外面瞬间狂风四起 一个巨大的黑影 从人们头顶飞过 抬眼望去 竟然是一架科技下坠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 下一秒 接着飞机上一亿个亡魂 快速向安娜走来 他们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 在事故现场 工作人员找到一个阀门 这时机长亡魂突然出现 他想拿出阀门检查一下 却根本做不到 于是安娜按照机长的指示 让办案人员帮他翻转过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发门竟然是关闭的 机长十分懊悔 原来在飞行中 遇到了强气流 由于自己的失误 飞机上的供氧系统没有打开 在万米高空中 如果没有氧气 仅在十秒之内 便会窒息而亡 更可怕的是 气温急剧下降 所有乘客都被冰霜覆盖 这架飞机也变成幽灵飞机 随后机长把乘客召集在一起 向他们坦白了一切 王魂们听后十分愤怒 因为他的过错 让所有人失去性命 那么问题来了 面对残酷的真相 王魂会原谅死去的机长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个虫子不是一般人 他有个小爱好 喜欢泡在热水里洗澡 发高烧的女孩敷上魔虫 他开始变大变红 快速吸取女孩的热量 要是你有了他 新冠就是弟弟 一天狗子刚叙叙完 魔虫就盯上了这滩热水 他迫不及待跳进去洗澡 谁料狗子半落又折了回来 那小轮腿跑得飞快 对着魔虫就是一顿狂舔 魔虫也怒了 哭吃跳进狗子嘴里 狗子难受的在地上不停打滚 没多久狗子摇晃着身体回到家里 安娜看到狗子 直接将它抱进怀里 她感觉狗子身上凉凉的很舒服 于是搜上去想亲吻狗子 这是魔虫像是发现的新大陆 眼看就要钻进女孩嘴里 幸好小伙即时抱着狗子 才让悲剧没有发生 接着狗子伸着舌头寻找目标 一个大叔冲着他不停吐眼圈 结果魔虫怒了 一下跳进大叔嘴里 当狗子被家人发现 他全身冒着热气 已经变成了冰雕 晚上大叔慌慌悠悠走来 看到二边正在约会的情侣 直接冲过来想要转换身体 女人情急之下抓住他头发 结果抓了个寂寞 危急时刻女人拿起棒子把大叔瞧晕 听到外面的动静 胖叔一家手持锅碗瓢盆前来助阵 没想到大叔猛地抓住胖叔的脚 接着肚子一进蠕动 魔虫从嘴里慢慢爬了出来 他的身体颜色不停变化 眼睛也被包裹了起来 下一秒他完全蜕变 一跃而起不向眼前的胖叔 不过胖叔丝毫不怂 一个空翻完美躲过攻击 魔虫不停地追赶 胖叔就不停翻滚 几个回合后 魔虫不小心创到了树上 而胖叔砰地创到了墙上 此刻魔虫被彻底激怒 一个弹射直接飞了出去 不过胖叔早有准备 可地上的魔虫却消失不见 男人裤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他的家人发现不对劲 冲上去就是一顿爆锤 见没了动静 众人赶紧冲进屋内 关上大门和窗户 就在几人以为逃过一劫时 门口却传来撞门声 几人吓得屏住呼吸 等门打开却是胖叔的小儿子 他放下书包 拿出了一条魔虫 居然和之前的一模一样 一家人吓得不轻 抓紧魔虫就扔 只见虫子被丢来丢去 最后叼到了地上 胖叔吓得赶紧报警 可警察太忙根本没有理他 另一边两只魔虫已经变大 其中一只还把同伴吃进了肚子里 结果奇迹般产下一大窝卵 几人回到房间准备和魔虫决斗 发现地上全是馒头大小的蛋 他们冲上去破坏 可没想到蛋壳却异常坚硬 怎么踩都没有用 等他们再回头 发现魔虫已经在身后 一个男人拿住猎枪 用帅气的方式一枪射出 魔虫还没来自己反应 子弹就射进嘴里 顶起了他的肚皮 下一秒魔虫也开始反击 子弹原路折回 并在空气中开始爆炸 等没有了动静 魔虫也诡异消失了 就在众人为此疑惑时 一条小魔虫从蛋里爬出来 一口咬在男人的屁股上 危急时刻 几人把男人抬出去 让他爬在木板上面 胖叔想用棍子将魔虫打飞 结果一棍子下去 魔虫是离开了屁股 却又说巧不巧地粘在了棍子上 虫子也没有犹豫 直接跳进胖叔的嘴里 男人健壮 打算用同样方式解决魔虫 但只见胖叔拔下了虫子 问男人能不能打准 随后又塞了回去 他这番举动让其他人都惊呆了 简直不要太秀 男人忍无可忍一脚将他踹倒 瞄准魔虫就扔了过去 魔虫在冰桶里渐渐被冻僵 小伙儿拿起他放到地上 轻轻一踩立刻碎成了冰渣 他们终于有了对付大魔虫的方法 男人正在捡一堆奇怪的蛋 他把蛋放在篮筐里 悄悄走出屋内 但就在这时 一个大魔虫突然出现 他蠕动着巨大身躯 不停追赶男人 小伙儿把魔虫引诱到陷阱旁 将蛋全部倒进水池里 看着自己的蛋沉入水底 魔虫气得嘴唇不停颤抖 他奋不顾身使劲往上爬 可是爬到一半却发现不对劲 赶紧往后退去 男人及时出手 用身体挡住木板 不顾魔虫体重太过庞大 眼看男人就要撑不住 幸好胖叔及时赶到 两人一起用力 把魔虫推进了水池里 但几人还没高兴多久 一条舌头伸出水面 把小伙儿拉进了水里 家人见状拉下开关 水池中的水开始结冰 魔虫身体也被瞬间冰封 而小伙儿趁机逃离了危险 但就在这时 他们发现后院竟然着起了火 慌乱中小伙儿不小心把电缆扯断了 水池的温度慢慢回升 里面的魔虫也恢复意识 另一边几个要寨的找上门 结果还没摔过三秒 就被大魔虫一口吞掉 这下众人彻底懵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幸好屋内冲出来一个爆炸头 他说看见魔虫吃了包子 然后就死掉了 原来魔虫还怕肉包子 这事就简单了 胖叔扔出做包子用的豆子 魔虫也是生猛 看都不看就一口吞进了肚子里 可等了一会儿 魔虫并没有任何反应 还吐了几人一脸口水 接着他们又扔出大肉馅儿 可依然没啥反应 这就奇怪了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小伙儿灵机一动跑回屋里 从铁国后面拿出胖叔的秘密调料 一脚踹进魔虫的嘴里 没想到调料真的起了作用 魔虫肚子里一阵翻滚 一口将刚才吞进去的三人吐了出来 然后挣扎几下就化成了一滩水 那颗卡之来大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 那么问题来了 消灭魔虫的秘密佐料到底是什么 咱们评论区再见